感恩 佛法睡觉 在妈妈念经三个月左右 妈妈开始让我每天念七遍大悲症和心经 我发现以前几乎每晚做噩梦的我好久不做梦了 还记得我小时候每个月几乎都会感冒一次 每次发烧感冒都会出现全身过敏又肿又痒 这时候我妈妈都是整晚的不能睡觉 陪着我帮忙我擦药 但是还是很痒 通过我妈妈帮我许愿念经经文组合21章放生于三千条 这个现象就消失了 现在感冒的现象也没有了 全身过敏的身上也不过敏了 妈妈每到星期天都会带我去观音堂做一工 观音堂的师生妈开始教我念经文组合 梦见卢爷爷来看我感恩卢爷爷 菩萨妈妈真的很灵欧 我相信菩萨妈妈会保佑我 2019年妈妈参加新加坡法会做一工 我还梦见菩萨妈妈拿着浸瓶水从我头上撒下来 醒来后特别甘心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到现在已经念了两百多章经文组合 念经喜人方生让我变得勇敢 晚上不再害怕一个人睡觉 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白号佛法睡觉 前几天我去楼下超市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电梯突然停了 当时我很自然叫菩萨妈妈 并且按了警铃 保安就来把电梯门打开 并且我并且把我送回家 感恩菩萨妈保孕我 自从我念经之后去哪里都不再害怕 这就是相信的力量 希望我的分享能广度有缘广结善缘 我自己业障自己背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背 以上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护法神原谅感恩大家